韩国瑜他没有说他要做满四年 他并没有说 因为这的确是黄光琴在问的时候 那他可能黄光琴本人的一个解读是说 那你会不会做满四年 这是他本人的解读 但是接下来还是长了一个话 他是讲到他的任期是四年 但是他又在 他没有说他会做满四年 他没有说到 他提到2020目前不在他的口 所以韩国瑜没有说错 韩国瑜的那一句说谁说的 就对于韩国瑜来讲有非常大的影响 也因此呢 就是在黄光琴的这个脸书上面 有出现了非常多的攻击 对他人身攻击也好 甚至于对他的这个家庭那个攻击 更严重的是对他孩子的攻击 那老实讲 我觉得你可以不喜欢黄光琴 你也可以不喜欢他的先生杨文佳 但是对一个十岁的孩子 你如果说我要动他的孩子怎么样 我要给你孩子好看 那我不理解的是 那这样的行为跟政洁有什么不两样 那跟那个砍杀小灯泡的那个人 有什么没两样 那跟一些会虐待孩子的那些 那些所谓变态的人 有什么没两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已经触碰到社会的一个底线 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几天 你可以看到韩粉 或者是韩国瑜的这个负声量 会增加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韩国瑜 你觉得面对这个危机 就说其实媒体解读是很多种的 对 面对有疯狂的网友 韩国瑜要出来 去恐吓主持人的小孩的时候 这个是韩国瑜的危机处理的不好 他讲爱与包容 对多数的人来说是不够的 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今天我们在路上 你不要说小朋友了 像以我来讲 你如果有人看到 我看到人家欺负动物 我大概也会受不了牙减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是普世的一个价值 所以韩国瑜市长 今天不论说是因为 黄光琴访问你这句话 跟你的解读有所不一样 那当你的粉丝 如果有出现 这样子不理性的一个言辞的时候 我觉得韩国瑜市长的 这样子的一个回复 去不管说是去 劝导他的这个粉丝也好 或者去让整个的社会 对于韩粉有个正面的看待也好 这些其实都不够的 我刚讲这是第一件事情 让韩国瑜的负声量 在网络上面发烧 第二个负声量 其实是跟阿诺有关 那因为阿诺说不来了 那他这个潘恒旭局长的一个说法 是说韩国瑜市长 他的这个行程太忙 那结果就有很多的韩粉 就去护航说 这个本来就是韩国瑜的 这个行程很忙 阿诺没有办法配合 当然就不能来 是帮韩国瑜在护航 但是这样子的行为 其实因为有上一件 黄光琴的事件 所以导致这个事情 在昨天跟今天也上了曝挂 那也在PTT上面 有很多人的讨论 这个讨论呢 过去对于韩国瑜的讨论 都是推的比较多 就是正面的比较多 那我们看到 从黄光琴的事件 一直到阿诺的事件 你在PTT上面讨论 都是虚的居多 我觉得这其实是 这个我们刚刚 其实主持人有提到 一个在网络上面的反应 其实是民调的先行 它先行大概会有 一到两个月左右 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意味着 等到国民党 真的是要开全代会 真的是要对于 他们2020的总统大选 这个到底是要推谁出来 韩国瑜到时候的声势又是如何呢 我觉得这个是韩粉目前 或者是支持韩国瑜的人 现在应该要谨慎思考的